整天发梦是代表了什么? 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如果他经常发梦的话 往往都是在他潜意识有很多的涌动 波涛汹涌的状态 我们可以想象潜意识就像一个大海 而我们内在的情绪、我们的心事、心结等等 就像海下面那些暗涌、暗浪的东西 如果它很波涛洶湧在那里翻滚 就会有很多浪花飞了上海面 那些浪花就是我们的梦境 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比较频繁地发梦 往往都是呈现了他可能有很多的烦 生活可能有很多的压力 有不少的情绪 有很多事情想去处理想去解决 但可能未必能够很妥善地解决到 甚至还有很多事情未做完 所以内在就有很多事情想要去表达 我们梦境出现的原因就是 我们潜意识有资讯想让我们知道 想告诉我们一些东西 想我们去处理一些未够处理好的情绪 所以当一个人如果他的生活比较平稳 平静 能够有足够的休息 休息也很重要 他的梦境往往会减少回来 当然了 另外一个很重要而可以处理的方法 就是去解梦 因为透过解梦 我们真的知道潜意识想和我们说些什么 是不是有些东西我忽略了 是不是有些东西我看错了 会不会我将来可能有很多的危机 有一些的状况会出现 而我的潜意识想告诉我 去警告我 希望我可以收一收制 或者转变我的方向等等 所以其实如果你有很多很多的梦境 其实首先第一件事 先让自己有一个好的休息 多些做静心 也多些me time 让自己有空间有时间去沉淀 然后晚上的睡眠可以比自己更安静 有比较充足的睡眠 如果你都觉得困扰的话 就建议你去找解梦师 或者找心理治疗师去解一下你的梦 可能就会更清晰知道你的知识想和你说些什么